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Proton S90 在大概是去年发布了之后好像就没有声音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消息 然后 Proton 方面也没有做任何的 Marketing 工作去推这辆车 不过不用紧啦 既然我们就找到了一个 Proton S90 的车主 它的车子开了差不多有一年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找它来就是要为了让它分享一下它对这辆车的看法 因为很多人讲这辆车不好看 Underpower 太大量 blah blah 一堆东西 那么就看车主为什么会去选择这辆车啦 POOX3 制裁 OK首先我们先来请一下车主自我介绍来杰夫哥介绍一下 嗨 大家好我是Jeff 你也可以叫我杰夫 所以我本身拥有了 X90 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样子 然后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这过去一年的一些体验等等这样子 这样子很多人的第一个问题啦 就是为什么你会去选一辆七人座的车 不是5加2啊又真的是七人座的 对这样我觉得很多人的那个背后应该跟我都很是一样 就是因为家里的家庭成员增多了 因为之前我是只有一个孩子嘛 这样那时候我是驾车Honda Eco 这样就5人的Sedan还OK的 可是后来就在第二个孩子之间出生的时候 我突然就想到欸不对哟 这样如果我车里要放两个Casic 再加上我跟我太太然后偶尔会载我的父母啊这样子 这样就不够做了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算是很最后一分钟就要去找一些七人的SUV 然后那时候就一开始其实我是有short list的好几个model的 像比如说Tiguan Allspace啊 Hyundai的Santa Fair啊都有在看这样子 还有包括Mazda的CS8 可是那时候问题是CS8先讲CS8 CS8那时候它刚刚推出的时候它有个类似环金香槟色 啊对对对那个FaceSafe的香槟镜 对香槟镜那时候我一去问的时候它跟我说那个waiting period 至少是要12个月以上而且还不确定 我说ok fine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的预算其实是大概15到18万左右 这样CS8它是高了一点我觉得很ok可能还可以 然后之后就陆陆续看到其他的车种 然后就很多去试驾去实际去感受他们的空间 就没有达到我要的那个感觉 因为那些车很多其实都还是5加2 对原格来讲是5加2 Market上很多消费者不懂他们看到7座就7座 他们不懂真正的7座跟5加2的差别在那里 对对所以有一些车种 其实我因为我想到第三排我一定是给我的小朋友嘛 我最大的孩子 所以我会注重那个空间的舒适感 所以很多的一些5加2的SUV 其实我去到第三排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很惊讶 哦原来是这么窄的 当然我知道我是成年人嘛 可是我一想象到当我把第二排的椅子 folder的时候它空间其实是很小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说 我就一直在找看有什么的车是适合我的 然后坦白说X90不是在我的名堂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 因为我也很坦白说 其实Proton之前可能是因为市面上一些 大家对它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议 间接让我觉得说 Proton应该不会是我应该会考虑那个品牌 可是这就是有一次那时候我刚好在一个shopping mall 然后看到他们有这一个 rookshow 对 我就哎 挣好有点时间我看到X90就进去看一下 然后那时候是在属于静态的时候我这样去观察去体验 坦白说我有下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看到它 首先是空间 空间来讲它完全是符合我要的那个条件 就是司机第二排还有第三排 就是我第二排我fold上来之后 第三排的那一个逐步空间还是很足够的 所以单单在空间这一方面其实我已经是很满意了 然后再看它的一些质感甚至连最基本比如说光门的声音 它都有让我有经验甚至有点像是一些外国 比如说Europe 车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这样 可能我可以找一天去试驾看看这样子 我讲的X90那个第三排是真的很搭 我可以坐得下来 对对对 纯粮人坐都几乎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X90它是一个MPV的platform 它本身就是based onMPV的X9V来的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都是很大的 这个是它跟很多那种5加2的车不一样的地方 5加2的车为什么它是加2 它后面就是给你一个可能紧急情况下 或者短途驾驶坐的 你长途的话后面坐的人其实很辛苦 就像小朋友都很辛苦 通常那个我是觉得150以下的人坐 才会没有问题 而且只是短途而已 对对 是没有错 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 因为我是很注重家庭成员他们在车里面的那个感受 所以空间是最基本 我觉得让他们坐的没有压迫感 然后是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空间 所以X90在这方面其实是有蛮符合到我要的那一个条件 叫这个需求 是OK这样子你买车的时候 是还没有发生那个着火事件 对在那之前 这样子你作为一个车主你对着着火事件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当然第一反应一定是会很紧张的 因为在我们的那个我们有一个车群 这样大家就会每一天在更新一些消息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讲说我发现可能是这个车 就很多那一阵子其实坦白说是很混乱的 大家都担心 因为着火不是一个小事情吗 然后后来就在这一方面其实我必须说 Proton的反应也算是蛮快的 因为他们有很快就出了一个statement这样子 然后呢也是会要求这一个车主啊就是到你宁静的那个service center去查看看 然后那时候就有开始有一些车主他们就很快就安排去看了 然后他们就讲说他们发现到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怀疑是后面那一个什么 Groving cable的问题 对对对对 然后再靠近那一个隔音的那个海绵之类的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几节方案就非常简单 就是剪开一开始只是剪剪让他没有这么靠近 后来我记得好像相隔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他又再出了一个 叫你们再回去再补一个Groving cable 我不知道他的实际做法是什么 所以你问我那个时候紧张吗 其实很紧张 因为就车子那么一台嘛 这里面你还是要在这台 尤其是第三排是有就着小朋友的 不过就那时候就真的是有点看运气这样子 不过还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也是有回去check 有那时候我其实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络我的那个agent 然后他也是讲说OK他们现在在等着HQ给他们一个 光泛的一个solution 所以我记得也是不是很久 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吧 然后他就安排我说你现在就回来了 所以我去然后整个过程其实也是蛮快 我甚至在后面再看在车那个Service Center 看他们怎样去捡那个棉啊这样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还OK啦 就是他算是一个小的一个意外这样子 不过幸好是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意外这样子 这样你作为车主你满意Proton的速度吗 其实我是满意的 因为其实在这之前 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点类似Proton的黑粉这样子 因为以前大家都很一开玩笑 讲说Proton你的Scare Park要等很久啊 所以那时候我甚至跟朋友在喝茶聊天的时候 我们都会开玩笑说 你要你看哪个Proton车主不爽 你去赚他啦 他的Scare Park可能要办你 他就没有车架等等之类的玩笑 所以变成那时候我第一开始我去体验的H90 包括我试驾的时候 其实在我做最后决定的时候 我其实有去问一些身边朋友 就开这X系列的车像X50 H70 然后 general来讲 其实他们给我的反应都还OK的 所以一直到后来我自己真的成为Proton的这个车主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回应啊 包括这些什么风波意外的 我都觉得我是属于还满满意的一个程度啦 满意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车这么多问题 一直有Record record 可是我的角度是换个角度想 有Record就代表说他们是有这个责任 他们有心要去决定那个问题 对去决定那个问题 所以他才会要你们一直来Record 来去Fix一些问题 所以我会用比较正面的形态去对待看待这个Record 所以so far来讲 我觉得Proton的反应跟服务 对我来说是及格的 这个会给人家影响到 因为人家每次讲Proton很多问题 像以前我的Iris这样的 有一次我车start不到 我就心想OK啦 这个就是Proton 你看Proton就是这样咯 车start不到 是 结果我是放在NR我没有推去P OK这是一个能力的误会 所以不测没有坏 所以是我的问题 但是 当下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很自然的就会觉得Proton坏了 正常啦 Proton嘛 所以 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 不是测的问题 真的真的 有时候可能真的是 因为我们可能听得多 一传十四传摆到最后 可能你不是真正是那一个使用者 所以可能你真的经历了之后 当然它就可能我现在还没有经历到 一些最糟糕的情况 然后我在我们的车群里面 也是偶尔看到一些其他车 就可能会学一些 车start不到啊什么问题啊 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因为 可能电池啊 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一些所谓的小问题啦 不过 总体来说 我觉得对X90来说 我还是蛮满意的这样子 这样你讲 你是去年8月买车 到现在7月差不多一年了啊 是 你拿来当家庭车用 这样的你觉得它有什么属性是那种 要找家庭车的人 一定要有的东西 它有的 OK So 家庭车的话呢 像我本身我的要求就有几点 像刚才一开始有提到的 第一个当然是空间 嗯 OK 因为我要每一个成员坐在里面 无论是第二排 或者是第三排 他们的空间是要舒适的 然后没有压迫感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乘坐的那个体验 嗯 So S90在这方面 其实我也是有小小的一个 surprise 因为那时候 我决定去试驾的时候 我看它的车的外形 就是一个好像很笨重 四四盘半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开起来应该会水满笨重 这样子的 可是等我真的去试驾的时候 虽然只是一小段路 然后我有觉得它的那个叫什么 它的操控 其实有蛮意外一下的 嗯 虽然我不是什么专业的车品人 是这样的 可是我会以我以往的车来来做一个比较 好像我上一台 其实就是也是算是5加2吧 Veloz Toyota Veloz 这样虽然价位不同 我倒不可以比 可是毕竟它是我上一台车 所以我对比之后 那一个操控感其实是很大的分别 而且它驾起来并没有给你那种很笨重 那种大台车的感觉 然后动力方面 就讲说家庭车 动力很重要 对对对 很多人讲说 哎家庭车你不用开这样快 可是我们都在有时候在路上啊 有时候偶尔的时候 你会有那一个moment 你想要说我要超车 或者要加速一下下 都还上升啊 对都还可以 因为我上一台车 真的是不能说没有力 就是它给不到你即时来的那种感觉 可是Proton那时候 我会看到它的engine 1.5 OK啦 虽然有turbo 可是毕竟它是1.5 OK吗 有力吗 可是等我自己试驾了之后 我发现 还OK哦 就是在你在到路上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超车的话 你一踩下去 它不会起开来 它会有一点点的delay 可是它给到你的 你会有那一个信心 你不会感觉说 嗯嗯嗯 然后过不到这样子的 所以动力 我就在家庭上来 对我来讲 我也是觉得是OK的 然后其他就包括一些啊 比如说它的用料啊 它的一些功能啊 我觉得都蛮符合 我要的那个条件的需求 这样子哦 Safety Feature 什么部分呢 Safety Feature 的话 我觉得它给到是蛮充足的 OK 尤其是一开始其实我很不习惯 它有那一个前方政策 那一个路人跟骑单车的 哦 OK OK 这个其实我蛮surprise的 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一个部分 就有时候我开那种小小甘崩的路 然后有些人喜欢在旁边走路啊 它会给我警告 一开始我还有一些什么事情 是不是Apple 动车又有问题了 然后我看到它的显示说 前方有人在行驶 你可能会有一点要赚到它 我看还真的是 所以后来就 因为它的敏感度是可以调的 所以我把它调到最低 就变成说我会让它说 OK 我还是有这个安全的这一个 这个 Feature 只是我不需要它这么灵敏 所以它的安全的那个设备 跟它给的一些 Feature 我觉得蛮体贴的 好像那种退车嘛 它才会有那个 Real Traffic的那个警示 甚至包括有一次我 我听那个我孩子的学校 然后它要开门的时候 突然间会闪 原来它连你在后面 你要开门的时候 它一贴到后面有车 后方有车来的话 它会给你警报 你要注意哦 后面有那一个车辆来 开门的时候你要看 所以它很多一些安全的一些小小功能 是蛮体贴的 然后我其实之前是完全不懂的 而是使用了在过去这一年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它有这个 因为还有这一个 结果给我感觉说 有好过没有这样子 所以安全总体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这样这辆车有什么使用的功能是你会推荐大家 有这个车的车主一定要用 我会说主要 其实它有蛮多 像我刚才提到一些小小的功能 可是如果说我真的要列出来 我说三大我觉得最好的功能 第一个我觉得是它的360镜头 它360镜头是 我们叫360度嘛 就是你前后左右看到 然后它还甚至有一个就是透明底盘的 不过那个其实在市区是没有什么发挥作用的 可是我喜欢它360是因为 当你在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转弯的时候 它前面的sensor detect到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你打开 所以变成说你会很有信心去过一些比较小的弯 或者可能你懂有时候在一些建筑里面 它们的那种car park 那种multi level很小的 这样它detect到之后它会自己开 当然如果说你有时候你觉得说 系统没有自动打开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button对按 所以在这之前其实我就觉得说 360度哎呀这种我们老司机是不需要的嘛 可是因为它毕竟不是一台小的车 差不多要5个meter啊 对蛮大台的 所以当它有这个360度的时候 然后你会比较有信心 然后你会觉得说我应该可以过 所以我觉得360这个镜头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一个远程的那一个app OK Proton Link Proton Link 对 Proton Link 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之前我没有想到说 它是一个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 OK 甚至是我用了之后 我再觉得说现在市面上外面在卖的车 我觉得卖了100千以上 或者销量不错的 应该都要给这个功能 有有 Honda有 Honda有 对 然后 Toyota有吗 Toyota没有 因为我上一台是Toyota 它有一个app 不过它只是给你知道说 你的车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可以book appointment for service 这样子的 然后Proton这个我最喜欢就是 跟Honda一样 这样你应该是很懂 就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懂马来西亚的天气 就四季如下嘛 有时候你去外面吃东西的话 你停一个30分钟 你一上车就感觉在做梭拿这样子的 然后可能我们当生一个人还OK 有时候如果你有小朋友啊 这一些太热的话 可能他们整个体验不是那么好 所以变成说我现在有这个功能 我再知道我要上车前的5分钟 我就先用那个app 先把它那个冷气打开 先start给它 先start对 给它先来一个cooling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我们一上车的时候 大家不会感觉说 好像一进去就很热这样的感觉 很gop的 所以这个功能有时候真的是 你不用不知道 用了之后回不去 然后包括有时候 好像我们会出远门啊 可能会出一个一个星期的一个假期 这样子 然后你还可以用这个去查看你的车 甚至你可以远程去remote start它 给它start一下 给它start 对对对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不过你会有一个心理感觉说 至少我先start我的车 给它跑一阵子 给它warm out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变成说 这一个app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实用 跟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这样子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 因为在我上一台车 它有这个所谓的ACC 那个Toyota Veloz 我上一台车 Toyota Veloz 是ACC 我其实真正实际用了之后 我用了几次之后我就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在高速公路嘛 这样我就打开嘛 因为产线嘛就用 用了之后比如说前面有一台车 突然间插入进来的时候 这个Veloz它采取的方案就是 类似紧急刹成的 所以你的车里面的乘客 你会这样chop一下chop一下的 它给我感觉就好像这个车主 是刚刚拿到license 驾到很突兀啊 对它不是那种很自然流线线条性的 所以那时候我用起的时候 就包括我的乘客都感受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就OK 这样ACC也就那么一回事 OK 然后回到Proton X90 它那时候我叫它有ACC 它有ICC 其实一开始我评认 ICC其实是什么 ICC就是好像是 它会帮你驾车的时候 它会准备 keep在那个LAN转中间是不是 对包括转弯 它也会帮你转弯这样子 然后一开始 我也是抱着跟Veloz一样的心态 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 不过我们就试一试嘛 可是很surprise 当我在高速公路 我开它的ICC跟ACC的时候 the way它驾的方式 虽然不能到老司机的程度 可是比如说当有车插进来的时候 它不会是那种立刻dumblet的 它会是慢慢踩 然后它就慢慢追速 你set的那个速度 所以整体的那个表现我觉得还不错 就变成我会一直使用的 像我上一台车 我就用了一车之后 我就不用了 因为那个感受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S90 我觉得最使用的就是这几个 就是360 它的那个远程的那个控制 还有就是这一个在高速公路的这个ICC 因为这个ICC 我说法我在其他同个价位的车种 好像是没有什么看到 这样子啰 主要是这三个 这样子对于你来讲 这辆车的缺点在哪里 就是这个缺点我觉得对动 可能在考虑这辆车的人是很重要的 它能不能够接受这个缺点 对你来讲的话 OK 对我来讲的话缺点肯定是会有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世界上 有一台完美的车 这样S90如果你要我列出它的缺点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也是最大最大的缺点就是 它并不支援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droid Auto OK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可能对有些车主就还好 可是对我本身的话 因为我上一台车我都有用CarPlay的习惯 所以我算是依赖度蛮高的 所以它没有这个CarPlay的时候 我其实是觉得很不能接受 因为据我了解它的那个唱机 它的Specs一大堆其实是符合的 然后再加上其实一开始Proton 它们也是有放一些风生出来 说我们要OTA 我们要OTA 对 然后一直到最近突然间又 又说又不支援了 所以我们的车主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说没有CarPlay 对我个人而讲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 然后其他的缺点 第二个如果硬要说的话 我觉得是它的引擎的声音 OK 比较大声 比较大声 而且真的是如果你站在车外面 你听到声音 不懂的人会误会说 你这辆车是柴油车吗 因为它的声音会比较大 不过幸好的是它的隔音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人住在里面 当然窗口是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那个声音其实是还好的 只不过你在外面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低速驾驶的时候 可能外面的人会看 为什么这台车的引擎声音这么大 它的主要的声音就是在外面听到 不是在里面 对主要是外面 里面就到还好 因为里面其实你关了门的话 它隔音还不错的 所以外面会听到 所以变成说别人看的时候 然后就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是别人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缺点来说 S90我开了将近一年并没有很多 因为它很多的优点 其实已经盖过它的一些缺点 所以如果你要我列出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刚才提到的Caprio 还有可能它引擎声 对一些人可能不能接受 为什么这么大 而且加上它又是1.5 为什么这么大声这样子 所以主要是这两个 其他的一些缺点 我觉得都小小的 我觉得都还OK 都可以接受 这样你会觉得这个三缸引擎有问题吗 之前大家最关心就是说三缸引擎 它会抖动吗 对不对 这样我目前 我不懂可能是因为车子还新还是怎样 我并没有 察觉到它会有那个抖动的情况 OK 然后甚至有的人说 可能你停在红绿灯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在抖 不过这台车 因为它有那个Auto Start Stock 所以它停在那一个交通灯的时候 它的引擎就没有做工 它就会Stop 所以我也没有感受到那个抖动 然后这一边就不得不 赞赏一下它的那一个Auto Start Stock的功能 因为我上一次还是要提Toyota Veloz 它在交通灯它也是有那个Engine Stop 然后当你一踩的时候它就Start的时候 它Start Engine的感觉就真的 对 就等于是你真的是Start车的感觉 所以我也就习惯了 所以当我换到去S90的时候 我原本是设想说应该也是1TN 可是并还好 它Stop了 它在Start的时候 它会有轻微的抖动 所以这一点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惊讶 因为它有大Battery吗 你在Stop的时候它是切去大Battery供电 可能你的 然后它会 当你的车要Start的时候 它就会Engage回你的Engine 所以它那个动作会是比较Smooth 可是一般上就是那种普通Auto Start的车 你真的是Stop的时候 它就真的是关掉你的Engine 一放不然它才Start回来 所以它会有那个冲击 对 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变成的时候我并没有那种 整个抖动很大的情况 尤其是你知道有时候在一些地方 塞车的时候 一停一走 那个感觉不是很好 所以以前我都是一扇车我就直接关掉 现在我就还好 不过讲真的我自己觉得 大家现在吐槽这个三缸Engine的情况 其实没有那么健康罢了 因为我自己啦 在以前马来西亚这个 这个我们从Forum的还是哪里都好 三缸Engine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像以前三缸Engine也是有很多很出色的Engine 很像那个Ecoboost 1.0Ecoboost 那个Engine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讲它好 1.0有那么有力 还有那个Pugeot的1.2 ETHP 那个也是三缸 你可能会讲 OK 那个Engine 它的Design上面有一点点的问题 就很像那一个 ETHP 1.2它是 它的Diamine Belt是泡在那个油里面的 所以它很容易会烂掉 这样子的问题 OK 如果你是讲这种问题 我觉得我可以明白 但是现在的人就好像有一种情况 就是只要讲到三缸 三缸不可以买三缸不可以 but when 你问它三缸 为什么不能买的时候 它打不出来 它出来多它打不出来 其实三缸Engine不能买 这个不是马来西亚的汽车文化来的 马来西亚从以前到现在 根本都没有这回事的 当然你可以讲就是 吉利本身在中国有1.5的四缸 为什么我们也就有1.5三缸 如果你讲这点 我觉得我可以明白 因为大家都想要同步嘛 是不是 其实其实它的Brain也是这样 日本Brain 德国Brain也是一样的 像是Volkswagen在欧洲有1.5的TSI 马来西亚还是用1.4 然后可能像是某一些车 就是Toyota有一些Model 在国外是用Dynamic Force 可是这边还是用旧款Engine 可能现在没有了啦 诶 有啦 Ottis还是这样 可是问题就是 你如果只是单单去讲三缸不能买的话 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的文化来的 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这样子 当然可能是因为很多人看了Toeing 因为中国人是不喜欢三缸的嘛 是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投诉过这种东西啊 是 从我开始接触这种东西以来 大概是2010年到现在 14、15年的事件啊 这这事件真的是这两年才有人开始在吐槽 三缸不可以买啦什么啦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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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没有的以前真的没有的 这样子最后的话啦 嗯 我们之前就时常看到有人拿这个 X90还有这个TGO X Pro做一个对比 是 这样子你觉得怎样的人应该去选S90才是对的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需求吗 是 呃因为刚才你提到那个TGO X Pro其实我本身也是有去对比过 因为他曾经也是在我的Lift里面 然后就去看了实测之后就一些测试 不是一些测试一些体验之后 我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OK 嗯 所以我就变成说到最后我就选择X90 这样如果说要推荐什么人去选S90的话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本身是有这个空间的需求 嗯 OK 可能家庭成员比较多啊 或者你时常会载很多人的 这样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X90其实是很不错的 第二个就是啊 虽然很多人会吐槽说 哎 Proton啊 什么售后服务什么不好这样子 可是我这个人的看的角度又不一样 像我刚才提到 比如说提过Xpro 这样他们是近几年才来马来西亚的嘛 这样所谓的那个售后服务的那个网络 可能还没有这么庞大 嗯 这样Proton怎样说都好 它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一定的历史 一百多间Service Center 对一百多间Service Center A不行去B不行去C不行去D 我就是这个心态 所以就变成说OK 这样你至少因为有时候我 我本身我加入很多不同车子的那一些群 因为我很八卦的 我看到很多时候一些人投注的 其实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 就是那一间Service Center 可能他们一些Tenition啊 或者他们一些服务不好 这样就变成说 如果今天我选择的是Proton的话 这样如果像你该提到 如果我去A的话 它不行的话 这样我就转去B啊 我就转去C 可是如果你去一些 可能刚刚进来本地市场的牌子 可能他们的Service Center也蛮有限的 你没有得跳的 我可能你下一间 你可能要去要别走我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是对空间 然后你说收货服务 你想要不要烦的话 还有就是性价比 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最靠近我的这个 我的条件的其实是Mazda CS8 可是那时候第一个就是它的等的时间太久了 第二就是后来我对比之后 我发现Mazda CS8就接近200千 然后像我刚提到最基本的那个远程启动的功能 它都没有 我发现那外国其实是有的 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 因为马来西亚的Mazda的销售量其实还算不差的 因为要兼Service 然后你还要去Develop那个App 拿到App过后你还要去拿License Free 也对啦 不过它销售量我觉得说 销售量也是撑得起的 是撑得起的 因为它如果你说一些好像韩国 比如说HUNDAI KIA 他们在外国也是有 马来西亚没有 我能理解 因为他们的销售量比较低 所以对比之后再加上一些 然后性价比 我说S90 其实便宜的大概整5、60千 这样我就觉得说 这样OK 这样我就 后来我就决定S90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你是家庭成员的 然后你注重一些安全的配备 是给足你的 还有就是售后的那一个网络 是比较庞大的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要去Test Drive S90 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会不会是广告啊 Proton 给钱 可是我本身开了一年 我是真的是以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体验 然后给这样的一个意见的看法 这样子 Proton 要给钱是给我HUNDAI 可能会给一盘的用户 也对 也对 这样子 如果是你一年的用户感 满分10分你会给他到分 满分10分 如果综合来说的话 因为毕竟现在我没有碰到什么大问题 OK 所以如果满分10分的话 我会给7.5到8分 7.5到8分 这样很高 很高 因为我的上一台车是我开了不到8个月我就卖了嘛 我就换了这个S90 上一台车的开车体验 我不懂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你一开的时候 你会有感觉 这台车我开不久 我那时候会买是因为一些 它很快就可以出道车给我啊 然后我又需要第三排的空间 所以那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说 我应该很快换车 应该换车 可是目前S90我驾了快一年 其实我的满意度是一直在保持着的 然后我会有那种感觉说 它给我很多一些意外的惊喜 一些体贴的功能 所以我会有那种感觉 我会每一天开我会很高兴 我没有感觉说 哦 我要再换车了再换车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叫一个至少三到五年是没有个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说是OK的 是OK的 嗯 对 OK 好 OK啦 这样子我们就谢谢杰夫哥今天来分享 这一个S90的这个拥候感受啦 那么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 这样子我们就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好了 拜拜 记得要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啊